大家有否知道中小型企业或是做企业的 最后有四个怎么样的绝集呢 大家想知道吗 想 想哦 大家猜猜看有会有怎么样的四个绝集呢 Anyone 倒闭 倒闭啊 还有呢 不可收拾 不可收拾 还有呢 负债累累 负债累累 哇 都很negative啊 还有呢 没了门路了 没门路了 还有呢 看不到路 看不到路 还有呢 疲惫不堪 疲惫不堪 OK 还有呢 我讲的都是fact哦 这个根据银行的数据出来的哦 你们讲的对 来 开牌 倒闭 对 经营不散会倒闭 那 其实为什么 我开始的时候叫你们review 当初为什么我们要创业 然后创业的时候很累的时候哦 会面对四个绝集哦 很多人不知道 诶 我这样努力努力 in the end 我要去到哪里 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 如果你不改变 不努力 或者是不整合 不用新的方式 不用科技化 倒闭 接下来呢 转浪 如果你有价值 刚开始我就说了 我们要创造价值对不对 如果你公司有价值 可能还会有人跟你买 如果没价值呢 亏损的呢 你说会有人跟你买吗 对吗 没有吧 第三呢 anyone 大家看看一下你们会摸摸自己的心 我要往哪里去 好吗 第三呢 转型 来 接班 接班或者是转型 接班呢 可能是你的儿子啊 或者是你得利的伙伴啊 或者是有些是 appoint他的GM做接班 但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界面对最大的问题是 企业非常棒 儿子不要接手 企业非常棒 不懂怎么样做这个successful plan 给人家接班 企业很棒 不知道怎么样设计股权 让对的人才 对的伙伴一起合作 是不是啊 对不对 那最后一条路呢 就是 上市 但是我在座 我很诚恳的跟大家说 路上很多课程教你们如何上市啊 怎么说一定要搞上市 但是我想说呢 不是每一个企业 不是每一个行业 都适合上市的 有些人为了这条路走得非常疲惫 为什么 我讲一句很简单 上市 在还没有上市的条规呢 你每三个月 你都要做你的account 做你的account 如果你没有准时做这个account是吗 我跟你说 你要上市的路途也是面对非常多的挑战 然后很多那些 compliance啊 Rules and Regulation 你要comply 所以市场上很多人 上市 对上市有一种误解 以为上市之后我就会有很多钱 以为上市之后我就可以退休 以为上市之后呢 我就可以把生意放一边环游世界 其实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上市呢 其实真正上市的职任呢 是说什么呢 第一 你上市了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自研整合 我可以并购你的企业 比方说你的企业非常的棒 我只要把我的股票给你刷 你的公司就under我的公司 我整个公司就可以做收购整合 这个上市的用处 第二 今天我看到你是人才 你说 我的薪水我要三万块 那中小型企业 怎么付得起三万块 请人才 那我是上市公司的话 来三万块 没问题 我给你 你跟我干 我们一起干 只要你是人才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没问题 这个是上市的用处 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呢 第三个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上市的平台呢 你除了整合市场 你懂得人才培训 第三个呢 你可以做跨国 为什么跨国 因为你有一般的专业人士 有律师团队 有这个accounting团队 还有你有这个政府在后面的支持嘛 所以无情中呢 上市真正的目的是这样子做 不是市场所教你的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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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去上了市之后啊 不但没有上市 而且公司可能下市 对不对啊 词别忘了 进去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